老天兄弟们老铁们 你们敢不敢用 我看到都怕哦 这种充电器你敢用吗 真的没有想到哦 这么大的主播竟然带这种货 我也是罪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又是一个碧坑视频啊 这个充电器 大家看一下这些logo我都把它抠掉了 就是防止这些品牌方来投诉我们啊 这是一款自带线的一个充电头 而且是带那种伸缩线的 这是在某个大主播的直播间里面买的啊 这个东西还不便宜 我买成59块 号称兼容性是非常强的啊 这个主播名气是非常高的 而且还有几百万粉丝 既然会带这种货 这种货究竟好还是不好 我们拭目以待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转器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包装盒就是这个样子 logo我都已经抠掉了 大家也不要去问我什么品牌了啊 这个充电器是在某猫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直播间里买的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卖这种货啊 我们先把盒子打开看一下 内部一根弹簧线 充电器本体 塑料的卡座 这个线非常硬 就这根廉价感十足的一根线材 它们都可以吹上天啊 没有任何保护功能的一根防品的线材 然后拉开以后 内部还有一个Type-C口 看一下做工的细节 值不值59块钱一套 连充电器一起 带伸缩的 这个线材的耐久度 确实有点令人担心 这个充电头 连输缺线一起的重量是 149.3克 单输缺线重量47克 单充电头重量 101.8克 这个充电头 我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我就感觉是 空荡荡的感觉啊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主播会去卖这种东西 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边有两个充电口 一个C口 一个A口 内部扯片 都是橙色的 这就是充电器的一个简单的开箱 及外观介绍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规格信息 3C67W 记住啊 这个是型号啊 不是它的总功率啊 大家不要搞混淆了 100-240V 还全球电压 我估计也是虚的 C1口输出 30W C2口输出 10W A口输出 30W 这个规格信息 我都看不懂啊 我们还是来直接看看它的充电协议支持的吧 这个是自带线口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有高通QC3.0的 然后华为FCP的 18W功率 华为SCP 写的是100W功率啊 这个会不会写的有点夸张啊 后面我们测试就知道了 然后三星AFC的 18W功率 PD3.0的45W功率 PD3.0点击器具固定档位是5个 最高20V 2.25A PPS 3.3-11V的3A 3.3-21V的2.25A 两个PPS档位 然后DCP则是基础功率 充电器的这个Type-C口 就一个DCP的基础协议 这是A口的协议 竟然检测出一个蓝厂的VFCP协议啊 点进去看是22W 然后DCP基础功率 咱们废话不多说 协议检测完了 我们直接来测试兼容性了 看这个充电器 究竟水平怎么样 首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啊 首先我们来看自带线口 启动的是PPS快充 正式功率在234W的样子啊 Type-C口确实是一个基础功率 USB-A口也是快速充电 但是这个功率的话就是一个QC啊 10W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它能支持PPS100W和SCP的100W 首先我们来看A口 显示的是100W的标识啊 图标是破解的 功率的话有一点虚标 但是这个功率能跑到39W 也算是可以吧 我们再来看这个自带线口 它也是显示的MAX100W 最高的功率也就是跑个40W左右 这个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极限功率啊 跟华为SCP真正的100W的话 肯定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 这部是绿场的设备 我们先看自带线口 启动的是PPS快充 功率可以跑到26W左右 我们再来看USB-A口 显示的超级闪充80W 仪表上面也显示的S-Valk 正式功率最高 只能跑到28W左右啊 这个跟真正的80W还是有区别的 这部是蓝场的设备 我们先来看A口 Vivo的闪充标识开启了 这个功率有点太低了吧 也就11W左右 我们再来看自带线口 仪表上显示的是Vivo的私有协议啊 44W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8W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的兼容性 首先是自带线口 启动的超快充电2.0 功率可以跑到25W左右 我们再来看A口 A口只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啊 真实功率在13W左右 说实话啊 这个连3C认证的正式物都查不到的一个产品 我是不敢直接用在手机上给手机充电 所以说充电数据我们暂时先不采集 我们先对它进行烤机测试 这个充电器 它的满功率也就是40W左右的一个功率啊 我们直接拉40W的满功率 看它能够坚持多久 再看看它的整体温身的情况 然后直接测试它的纹波 还有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根自带线的长度只有60公分长 拉它的45W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的话只有40W 可想而知 这60公分长的线材 线损有多高啊 这个充电器已经运行了一个小时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功率已经降了接近10W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是看得很清楚的 只运行了大概10分钟左右 功率就开始在下降了 然后降到现在的31W左右 在半个小时的时候 咱们检测出它的表面温度为68.5度 核心温度为69.8度 然后运行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表面温度为74度 核心温度也是74度左右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 这么大的体积 我估计这个内部的做工相当的拉胯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充电器的纹波 进行一个测试 首先是测试它这个自带线口的纹波 首先是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71.8毫浮 平均纹波167.8毫浮左右 9V3A27W的功率 这里显示25瓦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48.7毫浮 平均纹波143.3毫浮左右 12V3A36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05毫浮 平均纹波98.7毫浮左右 15V3A 这里还是显示的37瓦 这个电压也没有拉上去 这个纹波已经开始在抖动起来了 现在是1毫秒的延时分辨率 根本就无法看清楚这个波形 调到20毫秒的分辨率 我估计这个充电器内部的滤波措施的话 根本就没做啊 这个时候纹波最高的时候 已经到了231毫浮 平均纹波196毫浮 现在是20V2.25A45W的功率 这里显示的是40W啊 1毫秒的分辨率是看不出来的 跟刚刚一样 把延时分辨率调高一点 还是调到20毫秒 这个时候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67.7毫浮 平均纹波155毫浮左右 这样测试下来这个自带线口 只有一个15V的纹波是超标的 这个充电器的Type-C口 它的纹波的情况 只有一个5V的基础功率啊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43毫浮 平均纹波138毫浮左右 从前面兼容性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cho的室友协议是很多的 有华为的SCP 绿场的蓝场的 它都是有的 现在我拉的是这个Echo的SCP协议 已经拉到38W多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纹波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的纹波是281毫浮 平均纹波是246毫浮 这个纹波已经超标了 这是华为的SCP协议 这个充电器的蓝场的VFCP 我试了很多次 最高只能拉到12W多一点点 难怪刚才兼容性测试的时候只有11W多 现在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209.8毫浮 平均纹波167毫浮 这个也是超标的 现在是绿场的SFORC协议 只能拉到最高的功率29W 这个功率非常的不稳定 大家看一下 纹波的话也是非常的不稳定 试波议现在探测到 它的最高纹波是188毫浮 实际上不止 我把这个延时分辨率调高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400毫秒的延时分辨率 波形的分辨率我也把它调到了 两幅一格 现在是14幅 14幅的纹波 老天兄弟们老铁们你们敢不敢用 我看到都怕哟 这种充电器你敢用吗 真的没有想到我 这么大的主播竟然带这种货 我也是罪了 你如果充电过程中出现这种功率闪动的情况 你可想而知啊 这种纹波直接往你手机里面灌输 你手机的芯片受得了吗 你手机电池受得了吗 兄弟们好好想想看吧 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器进行拆解 首先这个线材的话 我已经做了拉力测试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拉力测试的过程 这根线材三次拉力测试 平均的拉力也就20公斤啊 非常的垃圾的一根线 这个Type-C口内部是没有任何芯片的 我剪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用的硬胶 这个内部是没有任何芯片的啊 我轻轻一掰就把它掰断了 它这个外皮是双层的 内部有一层白色的 没有屏蔽层 这就是内部的铜丝 我们用刀片挂一下 看是不是铜丝啊 果然这个不是纯铜丝啊 大家看一下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是同胞女的女士 结果它这是铁丝 大家看到没有 有磁性的 这个充电器拆解的话 直接用敲棒硬敲啊 卧槽 这是什么做工啊 直接就撬开了 我们把这个主板给它拔出来 这个是跟卷尺一样的原理 刚刚通了电的 高压电容上面的电把它放一下 拆解有风险 大家不要模仿啊 像橡皮泥一样的东西 这上面还有指纹 这个是配重的 散热是起不到散热的作用 这个充电器 我把元件全部都拆下来了 初级的EMI电路 也比原来的山寨的那种EMI电路 要做的稍微好一点 用的是贴片式保险丝 还有一颗黑色的 NTC热明电阻 康浪永电流 还用到一颗共摩电感 用于220V交流电砸破的绿橱 整流桥用的是ABS310 元器件虽然都用上了 但是厂家的话 都是不知道的未知厂家 一共四颗电解电容 这四颗电容差点把我骗过去了啊 我一看我还以为是用的 台湾风冰的电容 前面都是未知厂家的器件 到这里突然来了一个大品牌的电容 但是我仔细一看 这个是XQN啊 不是XON啊 这是假货的封闭电容 然后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也是未知厂家的 这三颗高压滤波电容 都是冒牌的假货啊 然后这是一颗公制插膜电感 也是用来滤波的 充电器内部的开关电源方案 用的是没有问题 它用的是东科的 主控芯片用的是东科的 DK8135AN 这个确实是一颗淡化家的 和风芯片啊 QR反击开关电源用的 功率的话应该是在35瓦左右 同步整流用的也是东科的 型号是100R15V 这是一个和风的一个 次级同步整流控制芯片 次级滤波用到这一颗 未知厂家的一个固态电容 680微法 耐压25V 隔离电镀用到817的光偶 还有一颗安规外电容 两个都是未知厂家 这一个Type-C口 难怪只有5V的基础电压 原来是用的一个 无锡新弹威的一个 DC-DC的降压芯片 把这边的直流降压这5V 直接输给充电设备 这些破解协议的充电器 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一颗芯片啊 这是一颗单便机芯片 用来破解这些私有协议的 破解以后 简简单单的几颗MLCC电容 来进行滤波 这个纹波压不住啊 这两颗VBUS开关管 就是一个控制C口 一个控制A口 R2005是C口的采样电阻 后面这颗R2020 是USB A口的采样电阻 这边还有一颗R2020 则是这一个C口的 电流采样电阻 这个知名大主播带的货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大的主播 竟然带这么垃圾货 整个充电器拆解下来 就这一个开关电源 用的两颗主要的芯片啊 是一个知名的厂家的 东科的 但是这个外围配套的器件啊 没有一个正规的厂家 甚至还用上了假货封冰电容 可想而知 这个省料省到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啊 这么一个东西卖59块钱 大家算一下它的利润有多高 所有的测试数据 所有的拆解数据 都给大家展现了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能够劝回一个就是一个 如果你手上有这种充电器 直接把它扔向垃圾桶 不要留 不要有任何的舍不得啊 随便一个手机 都比这个充电头贵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 测材内容的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